有些網友都很關注,按照我們這樣看,是否跟谷開來根本沒有染 大家基本上就不關這些感情事,可能不知道什麼的重大秘密,諸如此類的東西 嚴格來說,他們倆有沒有染,就只有他們倆知道 哈哈哈哈,這真是事實 一方已經死了,你真的很窄死的 死無對正 不過按照現在的推斷,我覺得可能性就不高 好,其他詳盡一點的,等廣告回來再做,跟大家講一下 黑白碰,男仔女仔碰 打雀大了這麼多年,是時候試試新東西了 全新麻將天下Online,除了中日台任上任碰任理砌之外 獨創的十三張麻將新玩法,以及首創物理計算擇式 連麻將館的細叔伯都大開眼界 想跟自己或者網友打仗 就要快點進去 www.komjgame.com 要全球經濟真正走上復興之路 我們必須立大宏願,下大決心地去除三害 為全球經濟去美國化,去金融化,以及去坦化 不敢面對這三害,而大談經濟復甦 就等於不敢指出,皇帝其實是沒有穿衣服的 完全是一種自欺欺人之舉 世界潮流,浩浩雙雙,信之者窗,逆之者亡 李偉才博士,梁錦祥,車離子 逢星期四晚,八點 一個符合中國網民利益和感情的節目 欣申港,歷蘇,國情新枝 回到第二節的國情新枝 上一節說了半集 說了重慶事件 一些離奇事件 下半部份回來 剛才我想說一句 剛才那句 欣Sir你跟我說在麥克風那句 我都很感慨 在一個沒有民主的角度裏面 就會出現這麽多這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很難去太平平 老實說 任何人研究共產黨,研究甚麼 無論是蘇聯共產黨也好,中國共產黨也好 你都會有一個窄勢 因為你永遠有一個危險 錯的可能性很高 你跟一個民主國家不同 我們還有很多所謂指標 或者那些東西可以統計 可以研究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曾經興起過所謂的政治未來項 就是因為你還有一些有積可沉 共產國家的積和沉,你真是窄勢 今天你覺得這傢伙好像幾點 他明天立即不行 為甚麼被人堆壞 在蘇聯那裏,貝利亞那些 對嗎 在史達林瓜之後 其實史達林瓜 很多人目前來說都還有一個迷 是不是貝利亞、加迷、黑魯妖夫 那些混蛋 全部都是獨瓜的 你知不知道 今天看的情緣都頗相似 他獨瓜,怎料讀完之後 接著第一次開會,陷加富濟 即是堆壞了,貝利亞也是這樣死的 你明白嗎 是 所以你想想,你怎麼說呢 正常來說,貝利亞這條特務頭子 讀人是讀得多了 這次連史達林也讀過了 那你應該立了大功的 不是 一樣被人堆壞 所以很難說 中國的政治就是在這裏 吊詭就是在這裏 我之前已經說過 自從黃立軍去了成都美國總理事館 跟著 跟著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邱俊 上了北京 他當然是唯一可以保命的途徑 我當時已經說過 中央派了徐才厚 徐才厚 參謀總長 還有什麼 還有許其亮和吳勝利海軍司令員 飛到港州軍區 要下令他們 第一要即時停止所有訓練 因為訓練是軍隊離開了營房 你知道嗎 大哥很難控制 不知大哥你說去 你說去訓練 我怎知道軍隊不去做什麼 立即停止 先返回成營房 第二 由這一開始 不是由廣州軍區司令員負責 而是由中央軍委負責 所以一切 要調動軍隊的事件 要聽中央軍委 直接由中央司令員 我心想 事出當然有些因 不是現在那麼緊張 薄熙來 目前大家都知道 所謂的太子黨 一般太子黨 和軍方面的軍是真的很好 不過我們要分開來說 太子黨有幾類 我們基本上是三類 一類 就是 扣扣其其 無權無勢 餓飯吃的 總之過得小 他又沒有餓飯吃的 這麼難 逍遙一點 逍遙一點 即是很失望的 這個就是以胡瑤邦的兒子 胡德平做老大 差不多 第二類 就叫做什麼 叫做既得利益派 就是習近平做老大 包括余政星 還有這類 所謂 所謂 即是既得利益的人 包括軍方也有很多人 第三類人 就比較 我告訴你 就是天不霸地不霸 這個標準的 紅衛兵派 這個額頭就是薄氣來 也包括二炮部隊的政委 張海洋 你想想 當時 其實呢 以薄氣來來說 他軍方的力量都不小 我告訴你 現在依照目前 好像擠牙膏一樣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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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一個情緒 中央似乎對他 其中一樣東西 就說他 喂大哥想奪權 謀反 現在傳出來說 有很多計劃 這件事很厲害 那你到處串連 那你去想想 那中央不能不想想 你們有個怨言 你知道嗎 好像那個 例如說 在成都軍區 我講過了 成都軍區其實 很多人也不給阿薄氣來 不過 成都軍區 之前的政委 張海洋 現在就做了二炮部隊的政委 當時他是成都軍區政委的時候 其實是靠拼起來 幫他掠了四千萬元 你知道嗎 不是少數目 是兄弟 因為我從小一起玩到大個兩家 對不對 張海洋是誰 是張鎮的兒子 拼起來 他爸爸拼一拼 成都軍區 第十四集團軍 拼一拼一拼一手創祭 你知不知道 下面那裏有個淵源 為什麽姓薄過去 好像老爺 好像大哥 不是 你情願尊重 是他老爺 一一手創祭 所以他不是沒有軍 他分分鐘跟你 即是有機會跟你死過 現在基本上透露出來的消息 我聽說 有些人牽連到周永康 對,周永康又好像說到很厲害 對,那裏很厲害 政法委是關鍵委 一般現在傳都說 駁起來想 本來他想做回頭 不過現在做不到 現在已經鐵定了給習近平 第二名多數是李克強 做總理 那你首先入上 做上委 九個 在那裏立了這個 政法委書記 這個書記的權力很大 指揮全國幾百萬公安 什麼公安 沒有警 公安沒有警 政法委 很厲害 如果他掌握了這件事 依照現在流出來的消息 不知道是真的 是假的 就說三年內 就是習近平想 拉他下來 就拉他下來 就逼他 就當你是華國鋒來的 OK 叫你下台下台下不下 不下 不下 明年今日就是你記輸 對 老實說 你十點的 你知不知道 加上軍隊裡面 很多人好像現在 四大軍種 海、陸、空、二炮 二炮即是戰略導彈部隊 那個名叫第二炮兵 是吧 簡稱二炮 二炮的政委就是張海洋 也是那些老死 整個都很窄 所以中央不能夠不處理這件事 所以你看看 這次呢 4月10日 一公佈之後 12日 立即 海軍政委 立即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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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中央 13日 就輪到二炮部隊 不過又不是張海洋 張海洋 就去了 去了 芬蘭和匈牙尼訪問 帶軍事代表團隊訪問 其實我心裡都不知道 是不是叫他走 是啊 你不方便說 尹琦 是吧 殷荒龍中將 就說得更過癮 他說你們一定要團結 在黨中央 我們軍隊 我們的軍隊 是黨的軍隊 防身著指揮軍隊 因此你不能由於個人私人交情 那些小恩小衛 你就蓋過了 跟黨指揮軍 以及我們的革命大業 這是大恩大衛 他說 你不能 咦 這樣就像有所指 即是平時清英道弟 你不要為了由於人情 是啊 你不要亂來 你就亂來 你知道嗎 是不行的 老實說 共產黨做事當然有些原因 梁振英入中聯辦當然有原因 何俊仁加劉卿入中聯辦當然有原因 不會是 我咧咧咧去喝杯咖啡的 你以為是餐廳嗎 即是甚至乎他那種精密程度 是何時出 何時入都有部署 那你現在這樣說到這樣 即是有問題 你沒有問題 你不用再說什麼 你天下太平 不要叫你天天天說什麼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呢 也牽涉到這個 即是國家的穩定 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也都證明我們 雖然我們好像看故事那樣看 實際的感覺到裡面 也都殺你騰騰騰 也不是開玩笑 對不對 假髮也不行 不過我們官符光場 我們看 他作為其中一種太子黨 你不要以為太子黨 個個都團結 不是的 那三類人都不團結 現在習近平這派 就當你是L座 這次表態的時候 就是很多是太子黨的代表性人物 你知不知道 包括李仙蓮的女婿 其他那些 我告訴你 很多的 各個都表態 支持中央 要嚴肅處理這件事 即是要跟你劃清界限 你知不知道 所以呢 我們就 不可以說太子黨 太子黨就全部都是這樣的人 不至於這樣 另外一方面 王熙羅的事件 也牽連到我們所謂十八大 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的會議已經決定了 十八大應該在2012年下半年召開 一般估計大概是九月十月左右 我們來講 不過現在 這樣看程 如果有留消息 他在這方面 做這些事做得好 好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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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你堂堂那些 那些辣十八大 共產黨做開這件事 他滲透 消息如何滲透 為什麼呢 譬如說他十月召開十八大 就選了新一批 常委上去 舉例 他不是立即接任 是到明年三月三十一日 到明年三月 既然這樣 倒不如 中間的過渡期很長 夜長夢多 倒不如把他壓縮位 到時一選出來 一個星期左右 馬上上位 上位 所以 這個也表示 目前 他入面都風聲鶴唷 其實都是頗為緊張的 但是我們只可以說 現在目前 雖然網上很多說法 就是說 博喜來搞出這樣的事的時候 就是益了習近平 或者益了誰 有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無須相信這件事 因為他們的那些派別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明白嗎 你說江派 有些人真的只有江派 我告訴你 很簡單 張德江、張高麗 這些就是 余正星就是 對不對 對不對 上海的書記 余正星 問題就是 他本身也是太子黨 那你說他屬於太子黨 剛才我講的 第二類 或者是屬於江派 是吧 你說他江派 如果江澤民明天 就去見馬克思 是 那他拔一聲 又江派 又變回太子黨 所以這個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不是這樣計的 我告訴你 所以我們 不要這樣 所以網上有些說 本來有個決定 九個常委一邊 就是 三三三的 我們說 三三三 就是三個團派 三個太子黨 三個就是其他的 那些派系 什麼的 三三三 你都打麻將 這樣就開心了 就是這樣 不過嚴格來說 這次來說 對胡錦濤和溫家寶 他這八十年的任期 其實 他可以說 不是大成功 因為我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 對習近平上去 在九個常委裡面 你猜有幾多人 真正是 聽胡錦濤的說話 而胡錦濤還可以 在常委裡面 有些力 保留 保留兩年 軍委主席 讓他繼續做 就像江澤民那樣 不要那麼快 馬上沒有了 有兩年之後 再次給你 慢慢移交 但是如果這個十年 九個常委裡面 你的人有幾多個 嚴格來說 只有一個李克強 一個李元朝 一個汪洋 但是汪洋和李元朝 都不是純粹 只能夠互派 那你怎麼辦 所以有些人的分析 你將他這樣畫派 就不一定適合 我告訴你 現在只不過說 中國共產黨自從 建政以來 1949年以來 由所謂 由一言九鼎 一錘定陰 那些人物 來統治 所謂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你知道嗎 第三代 去到江澤民 其實已經玩完了 江澤民已經是最後一個 到胡錦濤都不是一錘定陰 你知道嗎 以前還以江澤民為核心 的黨中央 現在就不是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最近 我上次提出了 北京日報 整篇文章 你還習慣說 總書記的名字 這是職位 你明白嗎 我在想裏面 我跟你說 胡錦濤 和溫家寶這十年 他為了要應付江澤民那一派 雙方這樣拉腳 根本 沒有辦法能夠完成 我們所謂政治改革 各方面的那種 在任何人 在這個體制之下 當你一上位的時候 第一要頂著全任 勢力 第二 又要安撫一些所謂左邊的 有些人更左 再說一句 在共產黨政治裏面 沒有所謂左派右派 只有左派和更左派 對 對 不容量 丁點右派 昌鴻 聽名字 二十將無主席萬歲 你這樣說 嘩 其實不是 其實還有一個更左 極左 還有一個更左 就是胡錦濤 你知道嗎 不過問題 但另一方面 我又會想想 在這個體制之下 你上去 你為了平衡這些事情 為了保證 晚上睡覺之後 突然有充隊 軍隊進來 對 明天死了 那些 你怎麼可以放手 可以做 心中理想的 這種體制 我剛才說 缺乏了民主 剛才休息的時候 我說 一缺乏了民主 這個國家 你保留著這樣的制度 你是很難 能夠看到它的改革 它的改革 可以很緩慢 而且還要在時機 好像沒有什麼 賊佬試沙包 試小小 試小小 你明白嗎 所以 因為 最主要就是 我們缺乏了一個 一錘定音的領袖 所以有好又不好 你有那些領袖的時候 那些不加富貴 也有 我又不敢敢搞多東西 你現在又看 有一個人能夠有力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不要看 有力沒有力 其實我告訴你 所以它的集體領導 其實 聽說話 好像一個 叫做什麼 叫做稍為民主一點 稍為 即是用民主黨 相對地下 和俊仁的理論 就叫做 由量變 到側變 起碼 以前一個人決定 現在有九個人決定 叫做量變 多了民主成分 這些就是 香港的偽民主派 這些根本在吹水 其實我這樣也不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最重要 大家還要看 各自的利益 很多事情都要考慮 這個國家這麼龐大 我們只可以說是遺憾 所以我的看法是很有趣的 譬如你說改革開放 其實中國提倡了很久 但經濟改革 它改革也算是挺好的 做得很好的 因為經濟 他們都要賺錢 好了 但到你說 政府裡面的改革 因為就關乎它個人利益 即是在共產黨裡面 個人利益是很重要的 即是當我進入了這些核心裡面的時候 我要保住自己的權力 保住自己的利益 我就可以下一代 再下一代 再下一代我都還可以 有庇任 你說得非常好 這個錯在哪裡 中國人 我告訴你 你父其實都不過三代 你自己這一代 你要看什麼 看自己的子女 無災無難 已經是最上的 我告訴你 你還想他道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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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不行 你積罪幾百億 你還給他薄瓜瓜 他都死快一點 對 真的死快一點 你說一有什麼事 所以說一句 他現在又坐私人飛機 又靚車 又佛拉里 這只是一個花花公子到這樣的地步 我心裡不知為甚麼 現在父母都會暢弊 那你乖乖乖乖 拿了幾百億 你還沒有回來 我說中國人 就貪了 你自己已經夠了 還有一件事 當你去到權力這樣的時候 你已經不憂愁 食廚 即是個人的生存要素 那些東西不存在的時候 你為甚麼信息 還要追求無限財富呢 這個現在造成中國的所謂貪腐 是一個甚麼 是一個問題 至於你說玩女人 其實那些都是其次的 那些很小事的 問題是由於你貪腐 才搞出這樣 有些人就說 他跟台灣一樣 阿扁又是 為甚麼要幾百億 你知道為甚麼 他因為你有錢 所以可以做大佬 你明白嗎 這也是事實 你香港的情形也有點相似 你明白嗎 黎智英就付錢 公民黨、民主黨 就做大佬 他好像契弟 你明白嗎 立法會會審查他 爽報、黎智英 你明白嗎 民主黨馬上退席 每個人 印度看不到 看不到 這樣 所以我跟你說 即是說 中國人 我們的基因 是真的 很慘 是有問題的 真的有問題的 為甚麼人都這樣 你還要求甚麼 你好像現在駁起來 他們那裏 我跟你說 到這個地步 我想他們想像不到 他的沙埔兄弟 包括張海洋 我告訴你 張海洋 如果查起來 他都可能會被捕 為甚麼呢 他想要夾那個地產佬 李俊 夾了4千萬 駁起來幫忙 叫黃立軍 捉了他們 然後吊起他們 來打 打到吳嘉洋 就死了 他就說 給不給 給他 給他之後 他馬上聰明 他馬上飛去美國 那裏想想 咦 喂 夾多一點點 咦 走老 走老 整家 兒媽姑姐 全都捉了 全都捉了 這麼兇 幸好李俊 就在外面呱呱吵 吵 沒有冤枉啊 沒有天理啊 這樣 搞得這樣 所以我跟你說 薄熙來事件 是對整個 即是中國的政治 中共的統治 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還有一個負面的形象 你知道嗎 你怎樣消除呢 不是說這樣處理了他們兩夫妻 算了 我看還有很多方面 就是希望 很多措施 做出台 有網友問 其實我也想問一件事 就是整件事的引發點 就是王立軍 走了進去 重慶的美國領事館 其實他這個舉動 有些網友質疑是他自發性去做 還是英美撩他 你看 王立軍跟英美很無關係 一定要先分析清楚 第一 第二 王立軍 為什麼呢 這次又是他們擠牙膏出來的消息 就說 他在2月6日走 其實他在1月15日的時候 他去見薄熙來 他跟薄熙來說 他說 喂 第一 你捉了那群警察 那群警察 那群警察 他說這樣不行的 你知道嗎 一些人反彈 那怎麼辦呢 誰知道薄熙來 一巴掌下去 他說 操練 他們當自己是甚麼人 他們只是我 我一條狗 你跟我說這些 你提議我做事 你跟我說這些 有甚麼問題 你搞定他 你煩著我 所以我跟著 我跟著 不單止這樣 跟著那幾天抓到司機 抓到他的助手 然後再加幾天 他坐手被人打掛了 司機又被人打掛了 他那時候才覺得恐懼 他們的命都可能沒有 所以他才會走路 想來想去 正所謂上天下地 都走不掉 都走得了 叫勢力 成都軍區 吳家產 村康藏 成都 雲貴 全部都是你的勢力範圍 走來廣州軍區 又是你這班 你這班 兄弟 對吧 那你怎麼辦 大哥 你走去 蘭州軍區 你老婆張凱陽 以前也在蘭州軍區 蹲了20年 你知道嗎 對吧 當兵開始 直到2009年才調去總參 所以 北京軍區 都死了 27軍 張凱陽又在那裏 在那裏 撈了一輪 做政委 還要自己有頭 去到哪裏 都不知道 杜杜都是沙波兄弟 你走不掉 你死定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跟他說 我覺得他真的走得無路 沒有辦法底下 大哥堂堂一個公安局長 好像黑夜逃亡 你要落方而逃 還有一些去到美國總理事館 後果真是爛了 那他進去之前 我想他踏進去那一步 他自己都會想過 最壞的效果是怎樣的 他曾經想過 我直接向黨中央 來報告 舉報這件事 可以嗎 上面又是那些人 你都未進去 周永康 就被周永康攔了你 又是那些人 中紀委 又是那些人 又是那些人 我國強的那些人 又會說 大哥 那你真的上天下地 你都沒有路 想想想 那些人 那些人 總不能夠拿幾個槍 掃死他們 對不對 所以我跟他說 他可能是走投無路 不過我跟他說 這一次 我跟他說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們這次的十八大 就是 能夠上位的人 都不外 真的不是多了 那這班人呢 保守勢力 仍然是很大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他預測的改革力量 也不是很大 你看 太子黨的人 又是習近平 加上王岐山 其實已經很老了 張高麗也是很老的 張德光也是很老的 余政升也很老的 現在67歲 你有沒有依照 他的規矩 七上八下 即是如果他有67歲 的話 你還可以升上位 如果你68歲 就不能升 就下了 你明白嗎 那他67歲 剛剛拔車在哪裡 可以上去 你何國強 李克強 李元朝汪洋 你想想 如果我們 即是中國的前途 就在這些 你幾個人手上 是啊 不但沒有一個 一言九鼎的人 更加沒有 沒有一個震懾到處 而是個個都是 一半是老虧的 一半是為了自保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遺憾 所以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 即是播起來事件 會令到 會政治改革 或者其他 我講這些是不會的 其實是不會的 即是我覺得 一個風波 網上 網上 即是網上 有些人就說 又說內戰 又又露了 有些人在扮專家 又說那個什麼 劉延東有機會上 其實當然不行 中國的女人 都可以做上位 韓菲子 其中有一篇 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叫做《亡征》 即是滅亡的象徵 一個國家 其中一條就是 婦人當政者 亡 即是誰是婦人當政者 那就是亡光 我們說韓菲子 一早就說 你明白嗎 當然不行 尤其是中國人的思想 吳儀 中國鐵糧子 這麼厲害 都不能入 都不能入 那你劉延東 一直都是做統戰的 那些濕碎 那些東西 都要勾了 那些東西 什麼叫統戰 那些東西 開始紅酒 大家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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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的網上 所以現在中國是很過癮的 現在很明顯看到一件事 有進步的 就是胡錦濤這一派 薄熙來那一派 美國 英國 大家都不同 不約如同 在網上 利用網上的力量 進行他們的工程 對 消息如何發放 證明這個 我跟您說 是一個進步 我們自己也要明白 這是與時俱進 所以我們 在這件事來說 其實 當然還可以很詳細 再說 不過我想大家就會悶 不過有時候我會覺得 看這些事情 無論有興趣 無興趣都好 其實在這些事件裏面 就會令大家 比較了解中共 處理問題的方法 他們的 慣行做法是怎樣 你要更了解 我看完這件事 我都開始慢慢了解 原來中國裏面 現在的處理問題 的手法是怎樣 我跟您剛才說 他的法法是擠牙膏 是的 他的改變都擠牙膏 是的 他有時候 加了一些小小的東西 大家就變成規矩 以後就什麼 例如做常委兩屆 就說明是兩屆 做總書記兩屆 七上八落 大家又要遵守 稍為這樣 他就像蝸牛一樣 進步 是的 蝸牛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先跟進 剛才我說的是成都的美國領事館 是的 就是成都 OK 今天就這樣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講講 OK 就這樣 拜拜 拜拜 amment 這麼多 八十一 三十五 八十四 臨子 臨子 五 十七 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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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